清茶一杯喜相逢 大难不死 买彩票也不一定能赢 这都什么拧吧对联啊 不是对联 是沾事儿 啊什么呀 话说河北燕郊大爆炸 不是有个视频 俩小伙子开车开的事发地 正赶着大爆炸发作吗 炸弹看见哥儿俩 有点压不住火 哥儿俩二话没说 直接兵分两路 从车上蹦下来 大跨栏 冲到隔离带那头去了 哇 还真够深清如燕哪 谁也没想到 默默无闻的小哥儿俩借着一场不期而遇的爆炸 直接火出圈来 上哪说理去 一时间 亲朋好友 同学同事玩命打电话慰问 是得问 慰问时候还全有那句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中国人爱说这句极力话 有的甚至说 就你们俩这运气 买彩票 一准中大奖 这半年话说的 不忒让人心话怒放 就是 等会 这话谁说的 哎 他们一彩票站的哥们说的 这要上套这是 人家彩票站哥们说了 他们那的福利彩票 中奖率别提多高了 最少也能挂出一双袜子来 不 撞上一根袜子厂合资的彩票站 这福利彩票 有袜子这产品吗 你说半天 反正就是这意思 话说呀 时针往前拨了一圈 小哥俩又发了一视频 怎么了 主动交代了在福利彩票站的犯罪行径 福利彩票犯罪 喝醉了醉 嗨 甭说 到彩票站出洋相了估计 才出了三千块钱 对 三千 全买彩票去了 那呗 跟您讲 这玩意儿越刮越上瘾 哥俩没hold住 一气刮了三千块钱彩票 太下了本了 中奖了吗 真中了 呦 真中 大奖 不是一般的 您算吧 才挂了三千块钱彩票 就中了 晚点告诉您吧 得给茶友们留个惊喜的机会 齐活 茶友民调来了 傻奖竞猜 走起 对方便有请听题 陆域燕礁大爆炸 劫后余生的小哥俩 花三千块钱买彩票 您猜中了什么大奖 商 答案选项 一 百万到千万级大奖 二 十万到百万元大奖 也不少啊 三 三千到万元大奖 也凑合吧 四 十元到三千元大奖 茶友们赶紧的 评论区敲个数字 看您猜的 准不准 您敲字 我敲锣 敲完就开奖 齐活 好 我是刘卓 我是李正 海外独尖对口时政的相关频道 老北京茶馆 有跟您见面吗 继续盘点党国盛事笑叫门牙的新闻段子 符号门牙 各位 书皆前言 话说 路遇爆炸 小哥俩劫后余生 挂了三千元的彩票 中了 说呀 扶住墙 误住小心脏 各位 中了一千三百块钱的袜子 什么 中一堆袜子 也有手套 不要 要那个东西干嘛呀 不缺您买别的呀 反正花三千回了一千三 这一千三 您怎么花随便 往这看 刚准备用过来的一叉叉发生了爆炸 副驾驶那一侧的气帘是全部炸开 昨天买了不到三千块的吧 刮了是一千三百 三十块 嗨 这也忒 不是等会 你不是说中的是大奖吗刚才 我说的时候没注意观察啊 我说的时候不是敲着你指着脑子这么说的吗 这大奖不是一般大事 让人头大 一个头两个大 挫火 真是有点小失望 茶友们 您才中病失望了吗 买彩票 那哥俩一开始也有点惆怅 谁说不是 回头啊 找彩票站那哥们 还问责呢 必须得问 以后别忽悠我们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乱七八糟的 后福在哪呢 对呀 哪呢 哥们特淡定 你们拿薄薄三千块钱 换我们那么厚一袋福利彩票 这是多厚的福利彩票啊 我支持抓彩票的警察 你们可以打我了 行了 玩笑打住 正儿八经的说一下这个情况吧 小哥俩大难不死这是真的 买彩票中小奖也是真的 虽然中了不到一半不到成本一半 管怎么说 压压惊放松一下心情 也给别人带来欢乐 也值了 反正也只能这么宽心了 不过这话说回来呀 我倒是想真心祝福一下这小哥俩 但愿二位以后啊 不光能远离这场燕焦大爆炸 还能远离共产党拉低智商的洗脑 从而真正远离中共崩盘那场大爆炸 那才叫真正的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呢 哎 哎 刘卓说得太对了 古人云 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没金筑窜的 花点钱买彩票就算赔了 这也有限 要是交上五毛战狼小粉红的朋友 跟着他们走上炮灰的不归路 那损失可就大了 所以说 但愿二位能远离中共危楼 一路平平安 同住同住 行了 录正庭 说说这场爆炸真正让人大跌眼镜的故事 前方高能 留神眼镜 话说 二汇闭幕 爆炸开张 天门前闻巨响 央视裤衩维稳蒙 纠正一下 时代不同了 裤衩不一样 过去是维稳 这回要遭殃 成了维稳对象 遭殃电视台的名字不是白叫的 肉喇叭吹鼓手们 火是挫大了 哎 让刘卓说中了 网上金句现在都这么说了 央视大裤衩的新智新闻力呀 在河北省政府的新智维稳力面前 毫无腹肌之力 直接落荒而逃 彻底被铁拳砸眉脾气了 您说党国这情况多拨绝勇鬼 话说中共两会不是刚结束吗 离北京超近的河北燕郊就传出了大爆炸 震动天朝帝都 惊了罗刹海事 你确实太近了 爆炸的时候 据说天门广场都听你声了 没错 您想有多近吧 过去就叫北京燕郊 就证一下 没出事的时候 怎么叫 卖房的时候叫 出了事 必须叫河北燕郊 您说这锅甩的明白不明白 不管怎么说吧 反正跟北京隔阂相望的燕郊 13号早上7点54分 突然传出一声巨响 划破清晨的北京上空 惊呆了燕郊的平民百姓 而且惊两回 第一回大爆炸的一个钟头之后 又传出了第二次爆炸 这回是真的天然气爆炸 因为大爆炸离北京太近 又第一时间有大量现场视频传到网上 眼瞅着全面舆情要失控啊 党媒喉舌CCTV大哭铲 紧急调集人马赶赴现场 洗地 到现场就被拿下了 这洗的 不过您这说的稍微吉利点 不是刚到现场 是开拍之后 是这样 央视根据信息已经广泛外流 必须正面引导 及时直写这原则 派了不止一组记者赶赴现场 准备细致入微的深度帮党维稳 叫大事化小人祸化天灾 没错 央视天下财经节目 连线现场记者直播那时候 还真说了 太老叫多禄记者 甭提这天下财经啊 好家伙从第一句话开始就开始洗 比如未审先判定性 疑似燃气泄露 爆炸不说爆炸说爆燃 不说事故的破坏程度 先说应急未见等有关部门去现场处置 注意形容词啊 有形容的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全力救援处置 而且总台多禄记者已经抵达现场 注意听 今天上午7点54分 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发生了一次燃气泄漏引发的爆炸事故 应急未见等有关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全力救援处置 目前总台多禄记者已经抵达现场 细节洗脑 入心入脑入魂 真是防不胜防 这样不说 谁也不会注意 党如何操作 大事化小事 坏事化好事 然额 人家一然额就麻烦 真麻烦了 这不是主持人说 央视派出多禄记者 已经到达现场吗 从后边开始连线 央视女记者杨海玲一出现 就出事了 女记者被维稳 女主播被吓呆 最让人尴尬的是 女记者被镜头里出现的打手们 横七竖八的胳膊 后背门口獠牙 横穿镜头各种遮挡 野蛮驱赶的时候 这嘴里 这女记者正说这句呢 来自应急消防 和公安的力量 正在介入 往这看 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杨海玲 我们要请海玲来 给我们介绍一下 在现场的情况 海玲你好 现在呢 就是在河北廊房三河市 发生了爆燃事故的核心现场 那么在知道这个事故之后的第一时间 我们是从北京市出发赶赴现场 当地是在500米之外 是架起了一个安全的警戒线 那么在这个现场呢 我们能够看到 来自这个应急消防和公安的力量呢 也正在介入 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看吧 赵东卫 好的海玲 也请你注意安全 好的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 太尴尬了 这女记者啊 还玩命帮党给屁民洗脑 发什么公安力量介入呢 太好 公安一上来 先介入他那反动直播了 哪凉快哪带着去 打手们用不错的哑口表示 为了你的安全 能滚多远滚多远 不安全 记者背后 不是站着一大帮那不戴安全帽 穿正装的人吗 打住啊 那不是人 那是领导 没见戴口罩的 不能泄露脸部机密 彻底一言难尽了 真可怜女记者的三官 地方领导表示 什么三官六官的 一边关起来 没动手把他干翻在地 已经会场客气了 够无语的 我看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是直播间里边的女主持人的表情 完全没有一点心理准备 直接吓呆了 真实的震惊 汉黄阔 估计心里彻底崩溃了 愿不得老听人说 党一级连自己嘴都捂呢 真的呀 反射胡有点超常这位 习近平一边偷着乐 一边谦虚表示 又说什么呀 习近平这仨字 那不是白说的 成问题是 央视大国产主持人记者 都没有要评论的意思呀 上去本来就是替党维稳 借个真外景 报道假真相去了 对了 独立时评人蔡仁坤 管这出戏叫 《心智爆炸力和心智维稳力的较量》 其实应该叫 《心智报道力和心智维稳力的较量》 那《心智爆炸力》 只提供了一个擂台而已 错误 网友苏格南就说 《心智爆炸力发生之后 心智新闻机构快速赶到现场 结果 遭到心智维稳单位的高效维稳 全中国都沉浸在心智事故的报道中 人民的适应能力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心智境界 网友惊呼 《心智爆炸力》这词扭 考工作注意 今年必考 有网友辣评 党媒姓党 遭党铁拳 河北党官 喂 结果 河北党官一句话怼回去了 你们大裤衩记者 也就欺负欺负我们小地方人 北京医院大火离你们那么近 怎么没见着你们现场报道去 遭殃电视台记者表示 我竟然 无言以对 嘿嘿 连线的男主播反应相当敏捷 麻烈打圆场啊 要不咱们还是看点别的好看的吧 前方有坑 行了 咱说另外那组央视剧者遭围攻之前 缓冲一下小情绪 听一段特别消息 特别消息 给特别的白色情人节 3月14号 好日子 宋好礼再次推荐爱意满满的 德国名品面膜 最近购买德国 Dermroller玻尿酸面膜的茶友 越来越多 咱分享一下茶友的使用体验 茶友说了 他用了这款面膜发现特别的水润和保湿 用完根本不粘腻 而且玻尿酸原补水效果特别好 所以他就趁打折直接囤了10盒 送两盒给朋友都说好 补水效果杠杠的 这是突出优势 别的面膜敷上去当时是补水感 几个钟头就消失了 咱们这面膜 第二天还能感受到皮肤记忆底的水润 在亚马逊上 这款面膜价格从59.9美元到78美元不等 在蓝莓优品购买 结账时候输入柴果全拼 三盒套装均价下来只要53 另外北美台湾香港的朋友 在蓝莓优品购物满70美元 享有免费邮寄服务 中国大陆满600美元免邮 视频下方描述栏和质子留言都有链接 点起来 好嘞书接前沿 前方有坑 赶紧说说坑在哪 在遥远的美丽国 不是又一切责任在美方 错了 这回是一切爆炸在美方 自己国家爆炸开始拨美国爆炸 是不是很魔幻 爸他这是真的 真 网友转发了央视记者在燕郊爆炸现场 采访受阻的消息之后 注了一句 随后顺利报导了美国匹茨堡市 房屋爆炸事件 我这嘴这么灵哪 不信您往这看 也请你注意安全 当地时间12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匹茨堡市郊区的一栋房屋发生了爆炸 造成两人死亡 彻底晕菜 这遭殃电视台是不是也忒不要大肺子了 网友小李彻底困惑 是这困惑 央视记者遭维稳人员粗暴阻拦 本想讽刺一句央视不务正业 不专心报道美国天下大乱 却操心中国民间一股 打住赶紧收回去 匹茨堡爆炸已经生情并茂 开始广播了 没事收回去了 网友小李自行收回 人说了 但是我一想啊 其他媒体都进入了寒蝉 央视还有记者在现场报道 心理机有种又奇怪又矛盾的赶脚 说不清 等我想一想 不是这小李别人有斯德克尔摩综合症吗 唉 前党国删帖小能手刘立鹏 给了一副解药 央视新华社人日属于央媒 他们去报道并不是传递真相 那是传播正确的声音 给事件定调 给别的媒体发通稿 所以去任何地方 都属于有特权的宣传干部 跟真记者不一样 这么回事 刘立鹏今儿说 这是艳交的保安和警察 发业务太生疏 政治不过硬导致的一场冲突 没懂 当然啦 也有可能是政治太过硬 看透了大裤衩 知道CETV是个什么野鸡本质 这几段玩转的 一时竟然分不出来 这燕交打手们是敌少是友 另一位网友打了个补丁 刚才老刘说的不够严谨 这什么意思 央视可不能算媒体 是宣传机构 这次只能叫狗咬狗 是地方和中央的矛盾 是包子治理失序的又一个体现而已 明白了 属于坏人打坏人 误会活该 对吧 在党看来 属于大水冲了龙王庙 自家人 莽锤自家人 挫火 这回总算理解这网友 贝克街12号说那事了 啥事 别对央视记者报希望了 他们纯粹就是去表演的 就算拿到第一手材料 最后端出来的还是义国史 太味了啊 不过真的是去表演的 网上早有金段子 形容央视大裤衩的事故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说这金段子 说 某报社招聘记者 我考题是 假设您是秦朝的记者 请报道焚书坑儒事件 太难了吧这题 假答 暴政当道 考官骂道 滚 不懂政治 能过吗 义说 今日休刊 考官摇头 没头脑 不能及格呀 秉说 萤火晚会发生意外 三百儒生遇难 大量古籍被毁 吴皇亲父救灾 我这亲父 考官听把一拍桌子 怎么了 我来个去 人才呀 完了 传明白了 洗脑的最高境界 事情该说全说 真相完全目有 中共最高指挥家习近平表示 我们的谎言 灰肠纯净 不掺杂一点 真相 这迷惑性真是防不胜防 尤其是当姓党的党媒 跟姓党的党官干起来之后 酒菜屁民全产生一种错觉 央视记者呀 帮咱们寻找和报道真相 真是 太容易产生这种错觉了 就是 天下财经主持人不说了吗 央视派了好几路人马去现场报道 网上传出来 另外那拨人被维稳的画面了 代入感更强了10倍 洗脑效果绝对满分 说太对了 13号当天下午 另一个央视记者 叫许孟哲 现场采访时 也遭到警察粗暴驱赶 许孟哲随后发布自己 被十几名警察推散驱离的视频 账号随后被关闭 央视记者 地方警察 总指挥一联手 上演了一出 绝好的苦肉计 往这看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 就是位于河北省三河市 燕郊镇的 今天早上8点多钟 发生爆炸的一个核心现场 那么现在呢 我们是 看啊 我们三个 三个记者 被十几个人围着跑啊 十几个人推散啊 来来看一下 这是河北 看一下 您说野蛮不野蛮 到底什么叫野蛮 那您得对比着看 三月初荷兰记者在四川成都 报道维权者遭遇时候啊 便衣和警察 您知道怎么干的吗 怎么干的 一拥而上 把记者推倒在地 抢走话筒 黑散遮镜头 没收设备 走起 这回真看出来 谁是自家人 谁是敌人来了 是不是有本质不同 太不一样了 李正 你说这央视女记者自己要知道自己被没吻吗当时 可能知道 可能不知道 咱客观说啊 咱不是说央视记者主观故意在那演戏 人家也认为自己是在报道呢 只不过呢 人家是在遵照党媒的报道原则进行报道 把这出镜宣传洗脑误认为是报道了 但是河北省委可不管你那胡子 什么央视表演还是报道的 人家想法就一个特别简单 怎么呢 赶紧把这爆炸掐数据盖上 万一老习追责起来 我分分钟的乌纱帽得掉啊 对了 这就是习近平指挥的保党 到了深度反识随时互咬的尴尬程度时候 表现的状态 这种内讧以后会越来越多 少不了 习包子亲自指挥党媒和党官内斗 以为是双赢 其实 赔大了 还真是 反正我也琢磨 央视记者有没有被维稳的遭遇 偷不影响 河北省地方官掐树叶盖爆炸 也能不影响央视对这种爆炸的结论 什么结论呢 这样就是一起普通的天然气爆炸事件 死了7个人 没有任何猫腻 为官刁民 散了吧 必须邀请茶友们发表一下意见了 您相信 央日大裤衩河北警方的结论 普通燃气爆燃 死了7个人吗 茶友民意调查再次走起 答案选项 5 5层宾馆炸飞 不可能只有7个人遇难 中共在掩盖真相 掩盖呢 6 燃气爆炸之说可疑 因为现场冒出黄色浓烟 更接近炸药的特征 而现场网友反馈 第一次爆炸之后 没闻到燃气的味道 吓不吓人 7 中共官媒说 第一次是埋在建筑底下的燃气管道爆炸 这说法不可信 因为百度百科说 天然气管道下深埋地下 上面能盖建筑物吗 答 根据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条例 管道上方不能有建筑 聪明的茶友 您认同哪种结论呢 赶紧跟留言区敲出您的答案 提醒一句 大陆茶友二会已经结束 赶紧重新点订阅和小铃铛 好嘞 送人好茶 稍有余香 别忘了哥俩为您介绍的 德国德姆肉乱 布尿酸面膜 屏幕下方 文字楼 这顶留言 都有链接 走起您呗 各位茶友 再见 再见